好的07我们来看到这是根据日本防卫省稍早所公布的监测照片 这是在昨天中共围台军演的第一天 一共有三架中共的无人机在台湾的东部空域飞行 而当中一架是侦察无人机BZK-005 以及侦察攻击无人机TB-001 是都从东海起飞 然后经过了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 到达了太平洋上空之后 盘旋 然后在这个冲绳跟宫古岛之间再返航 并且再次通过了宫古的海域上方再返回到了东海 而至于第三架无人机呢 则是目前这个机型还不太明朗的 不过这方呢是推测说 可能是从也是从这个东海往台湾的东北方空域飞行 并且在宫海上方盘旋飞行 那对于这些无人机的这样的干扰状况呢 其实基本的自卫队在西南空军战机 也是有相关的紧急的应对 所以可以看到是中共的围台军演 其实也影响到日本的安全 跟破坏了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 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而目前中共军演的第二天 中共方面目前还没有更多 今天的最新动态 以上目前的最新消息 领签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